建国元勋 易润堂逝世 所有政府部门建筑今天降半旗 向这位已故前领导人致敬 肯定他对我国做出的伟大贡献 国会大厦和国家法院降半旗 向易润堂致哀 我国政府星期二 也对易润堂的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哈利玛总统和李显龙总理 也表达哀思 缅怀易润堂对我国早期国家建设 所做出的显著贡献 当中包括推动本地维化发展 以及将我国打造成多元种族国家 此外他也是1965年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协议签署人之一 易润堂星期天在家中辞世 享年88岁